前面几集我们研究了世界上10个最佳的退休国家 包括法国 花音未落 我们第一个去看的就是法国南部 欢迎您来到二老流浪记法国版 Cheers 我们现在在法国的南部 现在是95度的温度 然后湿度是25% 标准的地中海气候 干热 拉斯维加斯大概是100多度干热 很多拉斯维加斯的哥们们讲的一点没问题 还是干热 怎么样 我都蔫了 我都晒蔫了 张榜以后为什么先来法国呢 首先这个国家寄托了我们太多年轻时的梦想和幻想 属于适合远方的地方 小窄街道 我的天哪 另外这个国家上榜勾起了我们很大的好奇心 法国一向是被认为是非常贵的地方 怎么一下成为价廉物美的养老地了呢 最佳的退休国家 第八位 价格低 几乎好 还有一个免费医疗 我也是特别想去看看 很多的女性 我们都对法国就像电影里看的很多 都是那种非常时尚的 高档的那种文化 艺术啊 什么那种的 像品牌的这种的香水啊 香包啊 什么服装啊 法国那个时装节啊 什么这些东西啊 什么赛纳河啊 什么这些都在脑子里很这个很浪漫的印象啊 我们现在到了另外一个法国小镇 这普罗旺斯的 这天好热 晒色 然后你看这个这个这个小镇特点 它是建在红色的颜色上面 看远处那个小山包上的房子都漂亮 你想住在这儿呢 那山头小房子 太孤单了 我在上学的时候 我还学了一年的法语 印象中特别深的是教我法语的是一个小小矮矮的 就是小巧玲珑的这种的一个女性啊 她大概那会儿有四十多岁表估计是啊 但是你知道北京那么冷的冬天啊 她都穿着小的mini短裙 还有一个呢 听说呢 法国人那个生活啊 不紧不慢啊 就是说不用特别的玩命干那种的哈 然后人家生活质量还挺高的 好 我们现在就一边看风景 一边给大家介绍这次旅行中的几点感想 我们的法国梦破灭了吗 我怎么感觉我这个法国梦要破灭啊 中午吃饭太不分辨了 她们说那个 就是说就是两点到一十二点到两点 你错的时间就等到六点七点就要分辨 第一点先说这个浪漫这方面哈 我有一个观察 在街上我们可以看到 女性我觉得哈 就是说从小到大的这种到老的哈 不管什么老太太身材好不好啊 都穿个裙子 就是都是穿着什么吊带裙 是这种啊 上面都漏的很多 比较时尚这样 男的这个衬衫啊 裤子啊都绷得比较紧 不像这个美国呢 大家都见了面 相视一笑 因为大家穿着都是Costco出来的衣服 还有一个点的就是法国人 确实体型远远要超过美国人 比较瘦 胖子少 胖子少美国人满大街都是胖子 刚是来美国说也是穿裙的很多 但是当时我就觉得我们同事就说 哎呀今天有什么special occasion老是这样说 一穿个裙子就好像要去date似的哈 法国的女的更像女的一点点 怎么说呢 就是美国的女的有那种 怎么说呢 特别硬的感觉 哎那个法国那个女性啊 就比较 哎 就比较这个 就比较柔的 我觉得还有他们身材来说呢 比较像亚洲人 没有那么高大魁梧 对比较小巧 在一个穿的确实比较少 甚至有些某些地方还不穿 后边讲啊 那个Leo有一个艳遇啊 不喜欢的一点啊 就是第一个感觉 法国的人怎么会那么多 其实法国人口好像有七千多万是吧 好像也没有那么多呀 但是感觉比美国的密度要大得多 这个点像中国那边出来散步 我们就玩了 有这么多人啊 我真是不可思议 除了游客以外啊 还有很多移民也很多 中东来的 然后还有很多的黑人 而且他们那移民呢 感觉好像就是游离这个社会之外的 但是你看法国参观里面 基本上还都是白人在做 我不能移民在干什么 和美国比起来 美国这个少数民族融入 融入这个美国这个社会的程度 要远远大于法国 现在移民成立是法国社会的一个 一个动荡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为什么法国 有些人说法国街上小偷多呀 他们没有好的工作 他们得不到真正的 非常非常这个好的对待 所以他们很多人是 是对这个社会有仇恨的 所以说法国人呢 反过来又更进一步的 对移民一些敌视 我们能看到对移民的敌视 你知道我们在街上走的时候 有个有个女的在那打电话 他把他那个手包放在旁边 我们我们就从他身边走出去 他就很警惕的看着我们 把他这个手包迅速的放在他的身边了 哦还有一点 我突然想起来了 你像Santiago有一点 我们不太喜欢就是街上无家可归特多 这个地方没有什么 对了法国不知道 无家可归都上哪去了 不知道没有什么 但是法国整体上来讲 安全还是不错的 我们说的是巴黎以外 这些中小城市啊 窄道啊 现在这里可以左转右转 加右转呢 那里有三个 哎呦我天呐 这这点小街道还要双形的呢 都差路了 到这边来了 不是高速的地方 哦哦 你看那边我都好看 我们来之前很多人说 哎呀法国你都敢去啊 法国都不是大革命了吗 到处都是小偷 我们一开始也是很紧张 包子抱在胸前 就好像到处都是小偷一样 其实慢慢的我们的神经就放松了 因为远没有大家说的那么严重 交流方面啊 不是语言的问题 我觉得就是这个习惯的问题啊 有点差劲啊 给举个例子 就是说我们是在bookings.com上 其实就找了一家像Airbnb这种人啊 然后呢就这家呢主人呢 在去之前他有点交流 因为说有什么想要高层低层什么之类的哈 我就跟他说了我们喜欢高层 然后他就说ok就在那个booking上有这个message互相沟通吧 但是等到最后前两天了我就他老他问过我一次说大概几点到 然后我刚才几点掉以后再也就没反应了哈 我说这我怎么进去是吧 我到哪个门洞什么密码什么都没告诉我们说你知道吧 直到那天都到那了你知道吧 后来还是没有找到那个message没有给我回 后来急的我们不得已就打电话啊 结果呢他用这个英语跟我说 他说哦那个我给你发到whatsapp上去了 我说what什么时候我给你whatsapp了 我说我的whatsapp我都不知道是什么了 你哪找着我 他说我根据你的电话号码 那整个就是我觉得就是缺乏交流 那个哦但是我就说咱说到人吧哈 有一点我就觉得呢之前就听人说过法国人吧 即使他会英语他也不爱说就感觉显得有点冷酷是吧 为什么法国人不爱说英语上千年来 你知道什么叫English French Reverie吗 就是英国和法国是死对头这两个国家 你知道吗他们打了无数的仗 所以说他对他对说英语的人天生的砥柱 虽然就是说我们还认识一个法国的朋友在法国多少年了 找了一个法国的老公也生了孩子什么都落定了哈 他就是说他老公的英语特别好 但是在家从来不说英语 跟孩子什么从来不说英语都是说法语 他也是对他就是自己的这种文化这种语言 他觉得骄傲 他说我凭什么说你的语言呢 对对对对 他有这种语言 咱俩最搞笑的就是开车那个过第一次过那个 就第一次高速交费的时候哈 哪有什么法口的 能扔进去吗 没有 可能是应该cash only的那种哈 我们也没注意哈 就到那口了 然后呢到处也看不着怎么放 就说你当时我们从哪来的那张票哈 没地放 然后就逼着没办法就打电话 我还下去了 我就从车里跳下去了 我本来是想招人来给我帮忙 可是没有一个人在那地方说 我只好跟那鸡肉鸭说话 最后他不得不用英语跟他们辉话哈 我觉得好玩的说 Where are you from 我来又说从美国来的 然后 我听他也愣在那的 他问的意思是你从哪开车过来的 好计算里程 如果你在法国退休或者旅居 说到底最大一个问题就是语言的问题是吧 你如果在墨西哥在拉丁美洲那地方旅行 也是一个语言的问题 但是呢 区别在于那些国家的人 他会努力的去说英语 但是法国人呢他就不会去努力 再一个 那你为什么不努力说法语呢 他会那么想 但是说起来了 法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旅游国家 你竟然从事旅游业是吧 对 你就必须说别人会说的语言 这个没有什么可讲的 是吧 有点冷高这种 高冷 法国人高冷 下一个就是说呢 以前呢对于法国印象觉得城市特别漂亮啊 什么之类的 这个现在呢 基本上也还可以 咱们去的是 宁斯这边古城啊 去嘎那啊 那确实其实还是挺有这个古香古色的这种建筑 还是挺美的啊 你知道吗 保留一下古建筑最多的就是法国 因为法国的在二战期间很大程度上 没有被打 你知道当时德国人进来 他们就整个投降了 美国人打回来的时候呢 那基本上是通过起义 后来又没有是个重大的破坏 这个老城区整个的衣水看进去就非常的协调 没趣 这些意思啊 这些东西啊 就埋伏了 这些东西啊 你不懂的 现在这些东西啊 满护 这些东西啊 我做这个东西啊 这些东西啊 我去干点 还是很喜欢这地儿了 嘎纳这个城市比那里子小点 更好像容易manage那里子 法国南部有山 你看过去 而是整个城市在山上 它一层一层的有层次感 不像你要平的话 就前面那边高楼 别的什么都看不见了 然后这边又是长长的海岸线 蔚蓝的海岸线 叫蓝色海岸什么之类的 所以这边这个景 真的是无敌的美景 来到嘎纳 肯定要到嘎纳电影节的会场 来过一把明星银 这个是Mary Strip 就名演员啊 Nicolas Cage 然后这个是Mary Strip 怎么可能比我的手还大啊 可是在我们逛的过程中 也发现一些地方我们不喜欢 打个小镇上啊 你看狗屎也挺多的 我在照点街景 狗屎也挺多的 大家打卡的地方 这个卫生厕所很差呀 厕所很脏 又脏又差 而且连那个toilet paper 那种纸都没有了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住的R&B&B 感觉这个干净程度 都要比英美的要差很多 他们好像就是法国文化里边 对这个干净 显然是有很强的容忍度的 我以前去过巴黎 巴黎也是给我这么感觉 比较脏 很多地方满街流着 有一股骚味 大概艺术 刚艺术家 可能是不是都这样 还有一个 这次解了我多少年来一个谜 我就想法国南部都说漂亮 为什么 大家很少人讲 法国南部的海滩 你不觉得吗 我现在就明白了 真是它那个海滩的质量 实在是太差了 全是大圆圆石头 全是鹅乱石 真让我失望这海滩 竟是大石头 各脚 我都得穿旅游鞋走 然后你们俩给个子够呛 你游泳的时候 你讲讲你的 我游泳的时候 你知道吗 我是小心了又小心 跳到水里去 游着游着 突然下边 你的水 它不是一边深浅的 有些下边就会 突然又冒上几块石头来 你的水上还看不见 是吧 我一下就像搁浅了一样 蹭着肚子蹭 因为我肚子是最高的地方了 是拉的好多印 对 不过你也有一个很美的经验 就是游着游着怎么突然发现 怎么穿着游泳衣 怎么跟身体的颜色是一样的 这游泳衣不错 然后我还想去仔细看看 一看 根本就没穿衣服 然后我儿子一会上来就说 这个女的怎么topless 我有朋友说 当时来这边旅游的时候 也是在Niss 就说在游泳池里头 那四十多岁的爸爸 抱着十几岁的女儿 上面也是不穿游泳衣 我大概二十多年以前 我第一次来法国的时候 去巴黎是吧 我打开电视 他们就在 就是无上庄的 我当时好震惊 电视主持 不是主持人 他就在讲怎么文凶 这咱有点理解不了 对 我们去了两个 法国南部城市 一个Niss 一个Ghana 实际上这两个城市 大部分都是石头海滩 是吧 只有好像Ghana 有那么一小块 听过就是人工造的那种 就是确实是沙子的 那上面人也蛮没换的 是我们找错了 是法国唯一的沙滩 欢迎到我们MOTOBEACH做客 下面说说这个吃吧 好 今天就到这儿 下次我们继续西说法国